yo 大家我是AvanTT 今天在这一集里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哲学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观音两个字 ok 就是所谓的观音 就是你们讲的观音嘛 嘿嘿 ok 是不其实观音二字来讲 呃最近我在facebook有看到这个video 就是还爆出来这个video 就是有一个台湾的一个人 他们叫他叫炉台长 所以这个炉台长就是啊 很多人就觉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观音 就是他观音塞在他的身上里面 他是一个观音叫他帮人家打救这个世界啊 救人啊这些一大堆 so 这个 到时候这个所谓的炉台长 so 是一个观音在世 观音在世去救人家 so 就有很多人的痛苦啊 这些一大堆啊 然后他去找这个炉台长 这个炉台长就会叫他们念小房子啊 或者是所谓的啊念经啊 烧烧小房子一大堆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过去就帮他们解决这些东西 其实 这个炉台长他这样做其实是真的是观音在救人吗 还是 啊还是好像那网络手讲的 他是一个骗子 照样照样照样撞骗 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so 其实呢 before 我们讲这个炉台长的时候 我要大家想 我要大家了解的东西是 所谓的观音观音 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到 观音二字啊 他是观看的观 就是观啊看东西 音声音 so 当然有人会很喜欢加的中间加的个是叫观音 so 其实观音是什么 观音是什么 其实他讲告诉你的东西就是 他是在一个他叫你叫我们用用真的是去用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声音 就是观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啦 哈 当然 你要讲到比较佛教一点啊 你要讲到所谓的 啊 他们的那些啊拜拜啊这样子的东西啊 其实讲知道你去留意一下观音叫你念经啊念念什么观音间这些大堆其实主要目的是什么 观音只是想要叫你叫我们放下所谓的杂念 ok 是我观音只是想就是就是那人就讲关音每次跟我们叫我们去拜拜啊念经啊 佛罗哈的佛经啊那些这样子的东西 你其实你注意一下观音其实只是要叫你放下世界上一切的杂念 你心头上的杂念当你放下杂念的那一刻之后啊 你就会你就会很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跟听到自己的声音 所以叫观音做观音一直以来都在我们的心里面的 ok 所以至于这个卢台长他是不是一个观音呢 呃我们就我就在那边做一个比较可爱的分析了 ok so 喜欢你就来不喜欢你就发告很简单的 ok 说卢台长他讲他既是活活活活生生的观观世音菩萨在世啊 他去解救救救人的所谓的救人 帮他解脱他的痛苦 别痛苦苦我回血了大概是这样啊就解脱人家的痛苦 说他讲解脱了就是有人会去拜拜他的就有人会去问世啊 问这个卢台长啊 ok 他讲哦卢台长我有什么什么病啊 我有什么什么这个一大堆啊 说这个卢台长过去他就叫他们念经啊然后稍方神啊 然后烧小房子啊这一大堆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借钱呢我不知道啦 说话讲了一大堆东西 很好笑的东西就是 before 他 before 这个卢台长叫他烧这些一大堆或者念这一大堆经的时候他会通常啊 他会用一个fear factor ok 我们做生意很喜欢用的一招就是fear factor就是 吓人哦 ok 讲下来他就跟你有讲哎我看啊哎你是不是啊就问你数什么啊 你讲完了后他讲哇你你家里什么有灵性啊 灵性啊 鬼啊什么啊你前世欠人家还是什么啊你前世走 其实这种讲这一句就是所谓的fear factor ok so当当你今天是一个观音为什么你要跟他讲用fear factor来吓人呢 这个我有点不明白了因为真正的观音是他叫我们真正的放下一切的杂念 放下放下杂念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看到跟听到自己的声音跟世界上的声音 ok 心无杂念那一刻的时候你跟我讲什么灵性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杂念的 ok so 把这边我就真的很不认同啊用fear factor去吓人家啦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fear factor啦 ok 然后加上观音其实讲真的也没有叫我们去烧什么鬼东西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所谓你们今天拜观音啊还是什么的这一大堆叫烧香啊 其实在烧香的东西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周公履义 可以创造出来的一套祭拜祭拜祖先的一个一个方式而被流传到精实精致的 ok so 基本上是跟你们现在讲啊 拜观要烧这个烧那个是完全没有拉浪的东西啊 ok so 古人的这个就是老子跟孔子讲一样东西咯 老子直接孔子讲他讲你你在你在推广这个礼仪 就是所谓周公创出来的礼仪你孔子在推广的时候啊 从那个周公都死了到百年那骨头都化了啊化了啊 你进来还在那边用着人家的那一套石子那边腿石子要逼人家去去去你的鲁家思想 你你就是那句话就是老子直接说他讲你做的不要洗骨八发吃骨不化啊 就是这样子说高那个那个所谓的那个孔子啊 so 基本上这个炉台讲 我看到了你应该讲你讲他是佛观音我不觉得啊我觉得他是就是一个孔子哦 在尽量用着观音的名字在捕摸着自己让自己up level那种 ok我看到他的东西他是一个孔子啊 他不是他不是周公了 ok就这样简单了 就让周公创造了这个东西是要让大家好 然后就像观世音创造这个观音两个字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真正是要用心去观看用心去聆听自己的声音所以叫观音 所以当你一旦听用心去看用心去听自己的声音的那个时候啊 你就会放下所有的杂念你就对身边一切的杂念都已经是不重要的 当你觉得说一切所有的杂念不重要的那个时候啊 讲真的你的人会很开心会很轻松就好像今天我打个比喻啊 很多人会讲哇这个炉台讲他救了一个就是讲有一个人白就是坐在轮椅了 哇不会起了突然给他这样子念念下念念下这样子哇这个人会走路哦 所以其实这一点啊我想讲的这一点东西就是 今天这个人他坐轮椅的那一刻的时候可能他心里会很不舒服啊 他会看哎为什么人家可以走路我们也走路 他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杂念 但是呢当他好了那一刻呢 他好了那一刻的时候会怎样他又会有另外一种杂念哦 所以试问一下他他心里面永远有那个杂念的话 他掰着脚啊或者是他可以站着走路的那一刻的时候啊 他还是有着那个杂念他还是一样这样二还是一样这样磨 还是一样这样不开心都会有种种的这样子的东西 so如台长你跟我讲他在他的解他是佛观音在解救人家 no他其实根本从头到尾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叫人家放下杂念 ok他没有叫人家放下杂念呢 他从来没有叫人家放下杂念 他是成全成就成就人成就这些人的杂念 他就那哇你有事啊有事你就来找我呢 我是卢台长我是佛观音啊我跟你这样念念下念念下啊 你去烧房子你是放生这样你就一砰就解解了 hello这个东西不叫做叫人家放下杂念 这个东西基本上横领杂明显就是叫什么成就人家的杂念 当你你觉得当一个人啊他没有放下杂念的时候 他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去求神拜佛求神拜佛啊 他就是有一个依靠有什么鬼是我的去找求神拜佛求神拜佛 so这种是魔鬼的行为不是不是观音的行为 观音两个字就是那么简单观音就是用心观看感受去聆听世界上跟自己的声音 找出自己的那个声音的时候观音就在你心中 就是这样简单罢了ok so今天我想告诉你们那样东西是我个人对于这个所谓的炉台长的做法 他不是他怕我我我没有看他叫人家放下所谓的杂念 他是成就他让人家更加有信心的去哎你只要来拜我你只要来奉献我这样子 你就你的所谓的杂念就会达成ok 打个比喻了我想讲一样东西就是我在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东西就是 有一个成语叫做望子 望子成龙 望子成龙 望子是望子呃希望的望呢大概是这样子的我忘记这样子了 望子成龙这些 这讲的做父母的做父母的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龙哎对不对 把实际上在于这个东西就是当你今天你的儿子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啦他可能出事很不幸呢不能走路啊这些把这个所谓的不幸是你觉得啊还是他觉得 ok so 这边我就讲了吗 so 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这些啊我们盼子成龙那一刻的时候这个这个旺啊 是谁的旺是我们父母的旺啊还是儿子本身的旺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儿子 ok 我我我相信金世界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你的父母亲很希望你去当医生很希望你去什么他就他就一直逼你去读很多书 逼你去做很多东西 so 啊他从来没有顾及你的感受那一刻的时候 so 你是什么你就变成他们的子啊你就变成他们子来成他们龙这个不是龙啊 这个叫杂了呢叫杂念 ok so 精实精致 如果你真的是要尊 我相信每个人每个做孩子的人都希望父母真的是ok 你希望我做医生但是你要问我的医院是不是要做医生吗 这个这个了解嘛 就是这样子一个原因 ok so 今天来讲我想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观音二字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观音永远都在你心里面 ok 只是问题是 你还没有放下那个杂念的时候 你根本永远看不到观音 ok 你永远感受到观音在你心里面 因为你杂念 so 当你杂念在墙的时候 你就会去求救这些所谓的 哎 应该讲政府啊 哈哈哈 所谓的这些炉台长啊 这些神啊 什么一大堆这样子的东西 ok so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时候就是 古代的人或者观音本身还是 本身就挺于告诉我们了 观音 观音叫你 用心去观察 用心去听 世界上所有的声音 然后再找出自己的声音 那个就叫做观音 所以当你了解这一刻的时候 观音就真的是在你心里面 ok 不用这样复杂了 ok so 今天不用再去找炉台长了 如果你找炉台长的话 他只是在成就你的杂念 这个是恶魔的行为 ok 拜拜 i am inevitable i am inevitable 我是TNG snoops snoop snoop snoop